主料,鸡蛋3个,面粉75克,酸奶45克,辅量,油60克,白醋5滴,葡萄杆,第一步将鸡蛋清鸡蛋黄分离,用无油无水的容器盛放,蛋黄中放入一勺糖三勺酸奶三勺油搅拌均匀,在搅好的蛋黄液中,散入4勺滴尽面粉上下搅拌至无颗粒状,蛋白中滴几滴白醋和白糖打发至奶油状, 打发的蛋白分两次加入蛋黄液中,上下搅拌均匀,搅拌完成,电半倒预热5分钟后,倒入搅拌好的面糊,撒上点葡萄干,加热40分钟左右,倒出来切块,就可以享用了,烹饪技巧 一,敌筋面粉可以用普通面粉与玉米淀粉阿一,六的比喻混合而成,二搅拌过程中千万不要打圈,右上下搅拌或者画十字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